在修炼太极拳中一定要行弧化圆 动作圆活才是太极拳的根本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太极拳的核心就是行弧化圆 无论你做什么动作都是一个弧形,一个圆 那么在练习太极拳如何能做到行弧化弧呢 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简单易学 那么比如呢,就是这是上下矛的庄 这是走的一个弧,弧线上,弧线下 这就是一个行弧化弧 我们每天练一练,有了这个身法 那么你在打太极拳套入当中 每做一个动作都是一个弧线,一个圆 无论做什么,都是一个弧线而走 而不是说直来直去 太极拳没有直来直去的这个进 都是在行弧化弧中的一个变化而变化 那么再比如呢,也是咱们矛盾庄的一个变形式 这呢,就是走的一个立圆,又是一个圆 不要小看这个圆 这个圆里包含了咱们太极拳八个进法的四个进法 吕,捧,挤,挤,暗 这个简单一学,你每天练一练 自然就能做到了圆活 每天练一练,你自然身上呢就有了内劲 有了内气,自然就在行弧化缘中 动作呢,也能做到圆活了 有了庄稼的结构 那么你在打太极拳套入当中 每一个动作都是一个弧线 比如这是吴氏太极拳的一个单边 这是又是一个圆 你做到了行弦化弧 那么这是不是就简单了 合上,打开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太极拳的核心呢 就是行弦化弧 把这个身法练到身上 那么行弦化弧当中就有了开合 阴阳相继 这样从仪式装功礼上下矛盾装中 你去练习 这样去练习 每天练一练 轻松不累,又长功力快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许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功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